這次中國問題並不是他們的一個重點 但是這些方面如果就是特別是對那些獨裁者 就是川普明顯在這方面非常的被動 但是他有可能在這方面就是他面對的是他的選民去講話 所以說他可能也就是還是固守著他之前的那樣的立場 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我可能這個方位可能不一樣 怎麼一會可能再要再要再要再打一次 但是呢就是我覺得川普這次辯論他最大的失誤 我覺得他是非常大的失誤 就是他輕敵我覺得 當川普在指責賀錦蒂的時候他經常講 我們的our country is declining 然後什麼我們這個國家要這樣下去要完蛋了 然後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在到處被嘲笑 這些東西其實更多的像是一種他在描述一個東西 就是更多的可能是他的一種opinion 或者說他很難用這樣的空泛的話去convince中間選民 我覺得他非常迫切需要的就是拿到一些具體的數字 比如說某年某月某日賀錦蒂簽了什麼時候 他說什麼法案要defind the police 他不能光說賀錦蒂說他要這個就是減少警察的經費 然後呢比如說他說全世界的這個犯罪率都在降低 只有美國在升高是因為他們把所有的這些犯罪分子 全送到美國來 這個你一聽就覺得這個事情是not verifiable 就是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去證明它 他應該講美國的犯罪率在哪個城市增加了多少 然後有百分之多少是由非法移民引起的 他應該拿出FBI具體的報告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辯論的過程中如果你要想說服中間選民的話 因為他們本來自己的基本盤都非常的穩固 如果你要想說服中間選民的話 你必須在數據上在事實呈現上要非常的有邏輯 而且要非常solid就是要講得非常非常的這個具體 而這方面我覺得是川普相當失誤的地方 因為這是他唯一的一次辯論 他也沒有第二次在改正這個錯誤的機會 那再一個我覺得川普這一次辯論很糟糕的一個情況就是 實際上ABC的那兩個記者尤其是那個男的David Muir 他一直在幫助賀錦麗 他在三個地方幫助賀錦麗 第一次他說這個海地的移民到這個 就是非法移民到了美國吃掉了貓和狗的問題 然後他說我問了那個城市Springfield 好像如果沒記錯的話Springfield Ohio 他說那個City manager 還有whoever就是反正就是那個市長之類的 他說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個事情當然他講的話是questionable 就是說值得懷疑的 因為作為一個市長來說 或者作為一個市的什麼負責人來說的話 他當然會否認這樣的事情 並不能夠作為一個非常令人信服的證據 但是當他這樣講的時候他明顯在幫賀錦麗 再一個的話就是說關於這個crime rate 就是說這個犯罪率提高的問題 然後他就直接替賀錦麗說 連FBI有個報告說犯罪率沒有提高 這個方面我覺得確實是川普相當的失誤 因為他要make這樣的statement的時候 他要做出這樣的陳述的時候的話 他是需要有具體的數據去支持的 然後再有一個我覺得最嚴重的一塊 就是在講J6的這個問題 就是1月6號川普說我是告訴他們 去抗議的時候是patriotically peacefully 然後呢這個 我覺得這個David Mill他明明知道川普說的是什麼 但他有意的斷章取義 然後呢就是把川普 就是變成一個在威脅民主的這麼一個人 然後最關鍵的是川普說我願意提供1萬名 就是National Guard 就那軍隊吧 到美國去 首都去幫助保衛這個首都的安全 因為這個rally會非常 這個規模很大 但是呢他說Nancy Pelosi和 那個就是 這個華盛頓DC的市長根本就沒有採取措施 是他們失職 然後這個David馬上說這個我們不討論他們的問題 就是他在很多地方就是明顯的拉偏架在支持這個賀錦麗 我覺得這方面他做的這個是毫不掩飾的 所以我覺得在整個的過程中 第一是川普在一個並不公平的環境中在跟賀錦麗辯論 第二個就是說川普在很多方面他轻視了賀錦麗的辯論的能力 然後他也沒有準備那種非常好的數據去 肯定是他的就是這個中間選民 然後再加上在國際政策上他卻是一直受到攻擊 他對在國內政策上的這個闡述 我覺得很多方面他也沒有 抓住很好的機會尤其是在最後結雨的時候 因為美國人最在意的是經濟 我覺得川普在結尾的時候他竟然幾乎沒有提 這個inflation 他竟然沒有提比如說根據統計美國的餐館就餐的話 這個我們每個人都感受了 他大概漲了50%甚至到100%這個價格 就關於這個經濟的問題的話 是一個最大的這個拜登administration的 拜登administration的這個軟肋 但是他竟然在最後結雨的時候的話 沒有特別的強調這一點 我覺得這些方面我覺得是在川普在我看來的話 是相當相當失誤的 可以說是比較失誤的這個策略 方偉回來了 我講了半天了已經 請方偉來發表高見吧 對我仔細聽啊 張教授說的這個看法 就是我幾乎 我幾乎跟張教授的看法 大多數都挺像的 這次呢川普這次我覺得 那個賀錦麗得以一個什麼好處 他得以一個大家對他的 expectation都很低 對他的期望都很低 他做了非常周詳的準備 他腦袋裡是有數字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這個人反應 這個人反應很快啊 你知道他是在 他在哪裡讀的書啊 我當時記得他是在 Berkeley嗎 Berkeley應該是Berkeley 他爸媽是Berkeley 他爸媽是Berkeley 他好像不是Berkeley 但是也是不錯 讀的也是很好的學校 所以像這種 美國在這個政壇上 走過來的人呢 他其實反應是很快的 其實包括拜登也是啊 拜登在四年前並不弱啊 因為他的腦袋後來出現問題嘛 這個老年痴呆症這樣的 所以呢這個賀錦麗確實受益於他的 對大家對他的期待很低 這第一點 第二點呢他做了周詳的準備 那麼川普這次呢我覺得 我剛才說啊 我覺得兩個辯論的 你讓我打分我都覺得很難打分 非常難打分為什麼 因為不同的人會給不同的分 會非常不一樣 那麼對於川普來說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很 怎麼講我剛才說了 很原始的原創的 沒有什麼包裝的這個東西端出來 他的這個一套想法端出來 他就是太沒有包裝了 我剛才我同意張教授剛才說 就是做那種比較 怎麼講的簡單的那種判斷性的話 這個沒有用 因為你要說服別人嘛 你要說服別人你要給具體的東西 那麼這個具體東西就來自於準備 你不可能當場去想出一個 想出一個事實來對不對 所以這方面呢就是川普比較粗線條 這是一點 但他的好處在於說呢 我覺得川普不管怎麼說吧 我覺得他 他比四年前要安靜一些 他四年前其實很急躁 那這次他安靜的多 就是這種 在很多人美國人看要看的就是 你像個總統範 這點呢比以前好 但是他過於嚴肅 所以川普他整個的過程你就看得出來 這就是個原知原味的川普 這就是川普 比以前呢考慮的會多一些 會穩重一些 但是呢仍然是一個沒有包裝的一個川普 那麼他在有些 川普說話有一個特點 我跟大家說實話 川普有些話容易言過其事 因為他就是一個說話習慣 他要強調一個觀點 他就要把那個觀點說得很足 然後就是就會言過其事 熟悉他的人就會說 這個人就是這樣 比如說就好像你公司裡有個老闆 這個老闆就這麼說話 但這個老闆會亂一個公司 但他說話就是那樣 你知道了久了 他就是這樣的 你不會介意可是你要是不知道這個人的話 你會覺得這個人一說話 為什麼不說實話呢 這就是川普的這麼一個弱點 所以川普呢 我覺得我對他的很多的政策 我都是非常認同的 他就是在communication 方面 他不會把他表達到 誰聽了都能很容易聽進去 這就是他跟里根的區別 你知道里根在準備上花多少功夫啊 里根為了講笑話 為了讓他的東西能夠消化 里根會背笑話你知道嗎 里根有個小本子啊 這個小本子裡頭 他記著他看到的笑話 就去放進去 他平時會去學會去背 最後他把這個東西端出來的時候 沒有誰認為他是準備出來的笑話 覺得他里根張嘴就來 但是他是準備的 所以人呢 今天這個辯論對我呀 其實也是一個啟發 就是做什麼事情都不能輕敵 做什麼事情都要用心去做 那麼他的好政策呢 才能配一好的包裝 在賀錦麗這邊呢 我覺得他確實他的反應是不錯的哈 他是一個一個正常的這個怎麼說呢 這在政壇 政壇在公務場合去 怎麼說呢 去打拼過來的這麼一個人 他有這個基本素質 這個素質還是不錯的 我今天我其實給兩個主持人 我還是給他一個 我對他們的評價比這個天亮兄要好一些哈 我對這個女生我覺得他比較過分 對這個男生呢 你看他說這三點我都同意 幾乎你可以說 像這種主流社會的主持人 他都 他都是 他的立場我們都知道 就是看能裝多少 或者他有 做的有多不成形狀 這個男生David Moore呢 我覺得他 基本上哈 我看出我前面在節目中也說過了哈 這個天亮的觀眾 就是我再多說一遍 就說他的 他的那種是隨機應變哈 比如說 一開始講inflation 兩個人扯到了這個叫做 叫做tariff 扯到了關稅他就去講tariff 這就是對的哈 該講什麼講什麼 而不是我有個單子從頭走到尾 就是一個辯論 所以這裡頭呢 他的第一個廣告在60多分鐘出來 那麼第二個廣告在結尾之間才出來 他還是把兩個廣告做完了 對不對 整個的市場拖到了一小時45分鐘 超過了15分鐘 所以整個呢 他能體會出 還有他就是說 他並不嚴格的去執行兩分鐘的這個 或者一分鐘的這麼一個這個限額 大家看得出來哈 他其實給他們空間 所以大家能夠看到他們能夠表達出來 所以這一點呢 我覺得我是認同的哈 我覺得上一次CNN管得太嚴 David Moore呢 我覺得他在專業領域上呢 他的專業水平是體現出來了 這個女生稍微弱一點 他們在ABC本來就是一個大哥哈 一個叫一哥吧 也不叫一哥 兩個一哥中間一個 那個女生就比較弱一些 女生反而有點 還直接跳進去跟川普對槍哈 來幫助克景麗的 裝的不太像 所以呢我就說給這個女生我給他60分哈 這個男生我給他85分 我不知道那個天亮兄願不願意給他打分 但你如果說說到給賀錦麗 我覺得賀錦麗呢 他的政策 其實說的不多 他的東西其實比較弱 川普對他說的東西 他反擊力也不夠也嫌弱 但是他的包裝非常好 他首先把他原來的 他原來真實的意識形態哈 他其實是把他把他拉回來了 然後呢他做了一個很好的包裝 那麼這個時候就看誰去聽了哈 你你聽得出來的 你會知道他真正的想法是什麼 你聽不出來聽表明意思就聽成這樣 對川普也是一樣的 你真的聽懂他是說什麼 你透過川普的這個粗糙的溝通 你會看出他的那個真正的政策的實質 你大概可能你會認同 那有的時候你可能就到那就停下來了哈 你就覺得這個這個這個 怎麼能這麼說話對不對 所以呢所以我認為啊 給他們兩個打分真的是 不同的人打不同的分 很難去打 但是今天整體來說呢 我覺得這是一場很有價值的辯論 這只有在美國才有這種辯論啊 這雙方是就是就叫做 等於是揮灑之間哈 就是拿出自己的積累 拿出自己的觀點 或者拿出自己的準備吧 也可以這麼說 你你你你這看上去 你會看到兩個都是似乎都是 真的都能夠操盤的人去做的這樣討論 這就是他留下來的印象 下面你啦天亮 對我覺得就是他們談到了很多重要的議題 但是川普就都沒有把那些東西講透 我覺得比如說講到這個resist這個問題上 就是他們問說賀錦麗到底是一個印度人還是個黑人 川普說我我不在意 但是我覺得川普如果如果我站在川普那個位置上的話 我會講就是說在我的這個當總統的過程中 我給美國的黑人和拉丁裔人創造了多少就業 然後的話現在黑人跟拉丁裔對我的支持的百分比增加了多少 幾乎其實川普在黑人中的支持率 可能比在2016年的時候的話增加了一倍的支持率 拉丁裔的話我覺得沒有一倍的話 大概可能也得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就是增加 這個本身就非常說明問題 但是川普拿不出這樣的數據來 然後呢還有就是這個川普講到這個inflation的時候 就是他剛才我說這個事兒 他也沒有拿出一個具體的數據 就是美國的老百姓在這個過程中的話 到底有多痛苦 然後就是包括比如說在俄武戰爭爆發的時候 當時我記得我在這邊加油啊 那個油價幾乎是比川普的時機翻了一倍 而現在的油價確實下來了 川普把它歸因於說是因為這個拜登跟賀錦麗 回到了川普的政策就是允許在美國開採石油 但是其實是因為拜登釋放了大量的美國的戰略石油儲備 現在美國的戰略石油儲備已經低到非常可怕的程度 所以他等於是用以前開採的油去把它現在的油價打下來 這一點我不知道為什麼川普沒有講 就講這個對美國來說的話其實是非常dangerous的一個東西啊 我覺得其實對美國來說的話是非常危險的一個事情 然後這個我覺得當這個主持人問川普說 你現在要有大規模的這個驅逐非法移民的行動 你會不會挨家挨戶的去敲門去把這些非法移民找出來 把他們給這個送走 這方面我覺得川普竟然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讓我覺得非常的意外 因為這是他們攻擊川普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式 就是感覺好像他像是一個獨裁者建立一個警察國家一樣 這個他背後的那個安特特 那你覺得他應該怎麼回答呢 如果你是川普你會怎麼回答呢 就是如果這是一個非法移民的話 如果在美國違法被我們逮住的話 那我們一定會把他給送走的 或者是說如果我們知道他以前比如說是在委內瑞拉 或者比如在宏多拉斯在厄瓜多爾他們就是這個黑幫的話 我們一旦在美國發現他們 我們的情報部門一旦跟那些國家合作發現他們的話 他們不管住在哪裡我們都要把他抓出來 把他給送走 這就是law and order 就是我覺得他回到一些他非常基本的那個message 就是law and order 我覺得就已經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 而且我覺得川普自己他如果這個主持人不去press 就是給這個賀錦妮施加壓力讓他回答問題的時候 川普自己應該不斷的回到同樣的問題 我覺得川普在最後結尾的時候的話 說為什麼拜登跟哈里斯現在不去回到白宮的時候 解決美國的inflation 我覺得他那個時候他把這個事想起來了 但是他中間的話他應該不斷的 這個才是他應該不斷的repeat的message 過去你三年半解決不了的問題 我不相信你未來四年還能夠解決 這個事情我覺得他是應該反覆強調的事情 川普一開始我覺得他表現還其實坦率的說 就是這場辯論的話 在我來看的話有一點low energy 就是這個能量級別比較低 因為雙方只是在重複 在把他自己要講的話講出來 其實並沒有特別多的這種火花四箭的那種碰撞 我覺得就是兩方面臨場發揮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都不太足 對 我前面也說過一個交鋒非常典型 因為雙方賀錦麗的強項或者說在觀眾中的強項就是abortion 就是墮胎問題 川普最強項其實是邊境問題和inflation問題 在abortion問題的話其實賀錦麗加上主持人 其實火力全開 川普只能說是堪堪招架得住 有時候說實話我覺得我把我換成他的話 我大概比他會說的好一些 我也覺得是 你也覺得是這樣對不對 對 然後我下面 沒什麼就是說他說那個好像是在abortion的問題上主持人說 他們並沒有說要把嬰兒生出來之後就殺死 那川普後來才說到這個就是這個 Virginia原來的州長簽署的那個法案說了什麼 這些東西我覺得他應該一開始就講 就是他等到這個事情已經都量了這個事了 他回來再講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有點晚了我覺得 他那方面確實是表現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他最大的問題就是immigration 當講到immigration的時候 因為講完了abortion就是immigration 就等於從這個山頭到另外一個山頭 而雙方的攻守之勢是正好反過來的 他那個時候可以扳回一城 他就完全沒有碰到 我得想一下他當時為什麼沒有碰呢 因為賀錦麗捅了他跳了他一根神經 說到說 哎呀真是很遺憾 我確實是應該我應該記下來 我說的意思就是說 本來講的是immigration 這個邊境問題怎麼會把他放開的 然後呢 他們就說他 哎呀 我不能再糾纏了 糾纏也沒啥意思 就基本上川普抓了人家說他個人的一個東西 他就很上心 他去講那個東西 把時間全花在那邊去了 整個邊境問題啊 你為什麼把邊境這麼打開 放進一千萬也好 兩千萬人也好 你是什麼目的 你能不能說清楚 你今天要關的話 今天你就可以關了 他上來去應該說這個事情對不對 對 他就都沒有說到最後好像也是像這個這個 後面加一點 加一點尾巴一樣的才談到那件事情 所以呢明顯的到他的山頭的時候呢 他沒有去把握好 所以呢就是就是大意 我覺得就是大意 太大意了 對 而且我覺得就是說 他們提到說這個賀錦麗說 有200個republican在支持我的時候 川普應該完全可以講到JFK對他的 JFK Junior 不 sorry RFK Junior對他的支持 他完全可以講到那個加巴德對他的支持 這個地方我覺得人家是等於為了一個球給你 但是他就沒有打回去 這個讓我覺得非常奇怪 然後呢說這個川普就是他離開他的人 然後寫述攻擊他什麼的時候 川普沒有講 其實賀錦麗他的幕僚長什麼之類的也辭職嘛 就是這方面的話他也沒有講 我不知道他是沒有follow up 還是說他到那個時候的話 就突然之間沒有想到 他只是想去保護他自己 他就一直講說 They did a poor job I fired them 然後最後賀錦麗那句話其實相當有利 賀錦麗說8100萬美國人fire掉了你 就是這個我覺得這塊攻防的時候 我覺得川普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也可能是說如果一個人站在那個位置的時候 他會緊張啊會怎麼樣 我總是覺得如果我站在那個位置上 我的英文可能當然沒有川普的好 但是我總覺得我站在那個位置上的話 我都能夠講很多東西 好吧這個我跟天亮兄是一樣的感覺 換作我的話 我另外再說一下 我覺得因為賀錦麗這邊呢 他做了很多仔細的包裝 對不對 我覺得他用的詞也用的非常的好 那麼很容易聽進去 我聽他說的時候我就會想起動物農莊裡頭 那個最開始的那段話 就是說怎麼去叫大家革命啊 追求社會主義啊那段話 這裡頭像一些東西啊比如說他說 他說Healthcare is right Healthcare is not privilege 這種話聽起來覺得其實有道理啊 人人為什麼不能有這個Healthcare的right呢 但是你知道如果真的知道這個美國的 這個叫做立國的原則 這個國家怎麼造出來的 Healthcare百分之百的是privilege 他就不是right 為什麼呢 因為什麼叫right啊 right就是天賦人權簡單的話 他說的right就是你就是應該有的 什麼叫天賦人權 天賦人權是不依靠任何人 不依靠別人的幫助 也不影響到別人的責任 完全自然就是存在的 比如說我們生來有自由的權利對不對 有選擇的權利 有這個生命不為傷害的權利 當你說你必須保證健康 你就得別人給你提供這個醫療幫助 你就需要醫生就需要護士需要設備 在這個意義上它就是privilege 所以一個人如果懂美國的歷史的話 懂美國的建國價值 他會知道他會把它code回來說 你說的完全是錯誤的 Healthcare也好 這個叫做affordable housing 這是privilege It's not the right 這個國家最開始把這件事情講得非常清楚 這就很難了 因為我覺得當他說 當賀錦麗說這個事情是right不是privilege 它是一種宣傳性的方法 是marketing的一個口號 對一般人不會去多想的 所以我就覺得真的是我今天看完這個 我就很感嘆 我覺得這個今天的辯論是出題給出給觀眾的 你觀眾到底能看出來什麼 你能透過兩個人的表象去看到背後是什麼嗎 這真的是靠每個人 所以清晰的這個勝負決吧 我覺得可以這麼說吧 川普沒有他大家覺得他可能贏得那麼好 甚至他贏沒贏在不同的人都不一樣 那確實哈里斯沒有像他很多人覺得他可能會輸的那麼慘 甚至在有些人看來也許他還沒有輸 這就是我的評論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 你整個評分你說你怎麼去給這個東西 差不多是這樣 因為其實賀錦麗對於川普的評價 也有很多是大而化之的結論性的東西 只不過是說呢就是賀錦麗講的東西 大家卻很難去立刻就知道說 這個事情就是有問題的 就是我要質疑他 但是川普講的很多東西 就是因為他說的太過火 大家一聽就覺得這個事情好像是 至少比如說川普講全世界的犯罪率都在下降 只有美國在上升 我聽了之後我就覺得是這樣嗎 就是我都會懷疑 這就是他在表現這方面的問題 其實剛才提到說川普的弱項是abortion 其實我覺得在我看來川普最大的弱項 對於中間選民來說的話 還有一個就是他的國際政策 我覺得川普其實他今天當主持人問的說 如何在24小時之內讓俄乌戰爭停止 是不是希望烏克蘭贏的時候 川普對這個問題沒有給出任何讓人信服的答案 這塊我覺得是從這個俄乌戰爭爆發之後 我一直在對這個川普最不滿意的這個政策 就是這一塊 當然對於賀錦麗這邊的話 我不滿意的政策也很多很多 但是川普這塊我覺得他為什麼不能改一改 就是說正視一下現實 正視一下哪怕是你看一下民調的數字 你也知道你在這個時候你應該說什麼 好 大家的話 大家張教授 我終於找到一個跟你不一樣的 我要跟你變一變的地方 那個因為前面有很多地方 我努力想我都沒法跟你變 我們差不多 但是我先說一下abortion這個事情 abortion這個事情 確實是川普很大的弱項 這個國家很多的女生 就因為這一件事情 就決定投給哈里斯 我原來不知道 我原來不知道這麼嚴重 因為你知道就像民主 我在這個節目開始之前我講到 當初美國國父認為民主的弊端 他們對民主真的是不信任 最後只是民主在一個共和體制下最基層 他選出基層的民意代表而已 民主根本不能隨便用 因為為什麼 大家在投票的時候不會去仔細去斟酌 我這一票千軍眾萬軍眾 覺得你怎麼能讓我不能掌握自己的身體 一把就已經決定了 別的都不用談了 inflation什麼之類的 它就是一種特別是一些女生的情緒化的反應 在很多很多的這個民調 這不是人群上 人群特征上 女生容易反對川普 男生比較理性容易支持川普 這是我在芝加哥 我跟芝加哥很多的那個 我做的那個處處的十字集 跟那些芝加哥的黑人談 我都能看出這個跡象來 所以我想說的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這個博审呢 他川普確實要處理得很好 因為他是一種情緒化的 帶動一種情緒化的投票效果 女生跟女生這個世界上佔一半呢 這是一個問題 回到國際政策 我覺得呢川普的國際政策 包括他的烏克蘭政策呢 我其實是深為同意的 這個但是呢我覺得他 如果我是他的話 我會辯論的更好一些 因為基本上就是這個意思嘛 他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在那的話 普京他是不會動的 而我如果再回到白宮 甚至我成為當選總統 都沒有回到白宮 我就可以制止這場仗 因為我覺得以他的能力 他確實做得到 因為這兩個國家打仗 我覺得侵略是不對的 普京的侵略是不對的 關鍵是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那麼我覺得呢修兵霸戰 修兵霸戰 你別說畫干戈為玉博 就是不要有干戈 這點是對俄烏兩國都是最好的 對這個世界是最好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跟你這方面 有沒有跟你不同 因為你覺得 你很理想主義嘛 就是很理想主義的想法 好 怎麼理想主義呢 那你覺得 就是我覺得你讓 泽倫斯基放棄他的領土 他是不可能的 你讓普京把兵撤回去的話 普京也不會 就是在這個時候 在川普認為他可以通過個人關係 能夠讓兩方 他說他們都很尊重我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不可能發生的 我真的我插一句我覺得可能 為什麼可能 比如說我去想像他怎麼24小時停止 他就把泽倫斯基叫來 你所有的軍火都是我提供的 你如果不聽的話 不停戰的話 我就全部斷掉 你要怎麼辦 然後他跟普京說 你要繼續打的話 如果他停你不停 我真的會動用 我會動用美軍打你的 把你打回原來的位置上 你要不要吃 他只要講話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就是他怎麼把金正恩當面擺平 他說我會讓北韓陷入火海 你要不要試試我看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 他的 因為美國的有多強的那個Leverage 美國有多強的一個影響力 這個是擺在那兒的 只是美國人不用而已 我認為他用這種方法 他確實可以讓雙方全部這個停手 至於說怎麼去拆解 那他就是組合 他都能讓亞伯拉罕協議 中東他能夠搞出和平協議來 俄烏是怎麼搞不出來 我覺得搞得出來 我的看法 OK 這方面我覺得咱們倆其實應該辯論一下 我覺得 他當時講了這樣一番話 他說他是怎麼能夠讓 澤倫斯基和普京停火 忘記了他是在接受哪兒採訪的時候 我是看了一個新聞裡邊講 他說他會跟普京說 如果你不停火的話 我會把那個油價打到40美元以下 這樣的話你就沒有錢去打仗了 所以說你不得不停 他並沒有說說我會用美國的軍隊跟你開戰 因為如果川普說我現在動用美國的軍隊跟你開戰的話 我覺得美國人民一下就不會選川普了 因為他們覺得這意味著真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兩個核大國之間的戰爭 我覺得這個 但是他在選上之前他不會說這個話 今天我只是在這做推測吧 就是美國的Leverage 他在之前他一定不會說的 你怎麼讓他24小時停火 我覺得他不會把他底牌都說出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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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看如果川普這樣一說的話 因為實際上美國總統確實是有發動戰爭的權力 動用軍隊的權力60天 超過60天之後的話 國會如果不撥款 這個戰爭是沒有辦法打下去的 這個是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是如果普京咬牙撐過60天的話 如果美國真的打他 其實希特勒當時巴巴羅撒也是打 因為俄羅斯那麼大的領土 他如果大規模的向後撤的話 這個對於美國的話 即使是真的是全力推進的話 他也不見得是真的能夠在兩個月之內結束跟俄羅斯之間 如果真的是爆發全面戰爭的話 他也不見得兩個月之內就能結束 而且這個時候的話會 中共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 他可能會去側應俄羅斯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打俄羅斯的話我就去打台灣 因為你已經把軍隊放在那個位置了嘛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國際 它實際上整個這個世界它是一盤棋 它不是說這一個事情 它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事情 而且我就是說如果它真的是跟俄羅斯開戰的話 那說不定中共就會跟俄羅斯綁定在一起 就是like太多的變量 我覺得我們現在都沒有辦法看清楚 就是如果這個事兒 就像當年他們通過那個奧巴馬care的時候說 這個好幾千頁的這個法案的話 我們怎麼才能夠知道它到底好還是壞呢 通過了我們通過了看一看 所以其實很多的事情都得真正發生之後 我們才能夠看到它到底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經濟政策也是一樣 因為它涉及到很多大眾心理 我覺得這個事兒我覺得咱們要說可能會 對對對的話題就全換了 另外找個時間跟這個張教授來 我想說abortion這個事情 我想說abortion這個事情 我覺得川普他非常失誤的一點 他沒有把abortion這個事情講清楚 他說他應該講的就是說 如果一位的話其實並沒有去掉你的abortion 只是說這個東西本來他按照憲法來說是州的權力 是各個州去通過這個東西 跟聯邦是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也不是我川普能夠決定說 是不是你的身體你做主 這個事情我覺得是非常簡單的 不知道他為什麼就沒有把這個事兒說清楚 就是他至少他沒有仔細的去闡述 這是憲法中的聯邦權和州權的這個界限 他最大的問題不在於abortion 而在於說abortion不應該由聯邦來決定 是這樣的 我就覺得川普其實他就是 他的理我覺得他在理 但他不會為他的理去表達 這就是川普的 所以我是覺得對美國人來說 只能說他是一種 還是一樣就是一種考驗 你能不能認識這個人 其實在我的粉絲中 叫粉絲也好就是網友中 也不少人罵川普的 我覺得就是 因為你只看到那一層你就會罵他 但是我覺得你要看透一層的話 就像我老闆 比如說我有個老闆 我老闆就是脾氣很不好 可是他是個把公司經營得非常好 就是類似這個意思 可是他已經78歲了 76歲78歲了 你讓他再去學怎麼去溝通真的很難 這就是美國現在面臨的這個問題 川普是很難改的 但是就看你實不實貨 或者你需要多少年實貨 我覺得川普是一個日久見人心的事 你見了很多年之後 你終於明白他原來是這樣子 但是這個過程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那那真的就是沒辦法了 因為現在真的是雙方是非常非常的 就叫做very consequential 就是選舉的結果是會帶來巨大的變化 對我覺得川普他的這樣的一種心態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像賀錦麗也好 或者像拜登這種老牌的政客 他都是從基層跟選民談話 然後一層一層一層層這麼上來的 他在整個過程中的話 他在不斷的鍛鍊他的溝通的過程 他是以一種民選官員的身份 在和大眾說話 但是川普一直做老闆 這個你沒有辦法 因為他做老闆的話 一直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口氣說話 他想罵誰就罵誰 他想fire誰就fire誰 所以他在跟美國人民的溝通的過程中 我覺得明顯帶有這樣的一種特點 就是他在講話的時候 會帶有一種老闆的口氣 好 那要不是這樣吧 我們這樣好不好 我們請我們的觀眾來打分好不好 你覺得川普0到100分 你打多少分 大家就打一下 寫個川普寫個冒號寫個分數 然後再給賀錦麗打個冒號 得多少分 我們每個人都打一下好不好 待會我會打我的分 那個大家能不能現在就留一下 我覺得你這個打分的方法 就有點像Elon Musk 在他的推特上號上 你們會選川普還是選賀錦麗 89% 對吧 89%的人都選川普 那是因為跟蹤Elon Musk的人的話 他們都比較偏保守主義 我覺得在我這個頻道和在你的頻道上 肯定給川普打分打得很高 沒有 我就跟大家說嘛 大家要客觀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客觀來處理這個事情啊 不管你傾向是什麼 你就以那個方式 你看我 話音未落 我們的觀眾就說 這個天亮說的比方偉對 因為我看的都是很高的分數 有人給川普打40分 有人給川普打90 還有50-50 然後還有打川普100 卡瑪拉是0 川普99 Harris60 川普40 對 我看到大家都在打分 好好好 我待會兒都會去看一下 你先打個分吧 我還想聽你打分打得多 天哪 我打分哪 我給川普打 我跟你說 我給川普打 我給川普打 我給川普打60分 我給哈里斯打70分 你呢 我心裡邊的分數基本跟你一樣 是嗎 OK 我跟你說好 我打分的話 因為我當老師的話 我會grading那個學生的essay嘛 對吧 川普的essay的話 就是lack of data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lack of data 然後呢 對於 Harris的攻擊 他沒有 他的這個回擊的力度 我覺得是明顯不夠 這方面的話 我覺得給他打60分的話 基本來說就是 50分加上10分 對 我有點想55說實話 我剛才是在55和60之間我在猶豫 對 我是50分加10分的感情分吧差不多 好 但我加一句 我這個打分數 我是比如說這個哈里斯打的分數高 不代表我對他的這個打的不是價值分 我們講就是這個辯論本身的一個操作 對 技巧操作 嚴格說啊 我覺得是55對 我想想看 55對70 我真的能得這麼打 55對70 對對對 我覺得對 Kamala Harris 他的很多東西 我覺得有 為什麼要扣掉30分 或者是 我覺得 差不多吧 75到75之間 為什麼扣掉這些分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在重複一些 他自己都知道的謊言 他就是Project 2025 Apparently他知道這個跟川普沒有關係 然後呢 J6這種事情 肯定是跟川普沒有關係 他講了很多就是明顯的是屬於 他知道是假的 但他還在講 就是這個在我們寫 論文的時候的話 就說明你的 Evidence 就是本身有問題 這個方面要扣很多很多分的 尤其是你是有意這樣幹 但是呢 那賀錦麗我覺得打60分的話呢 給他加10分是什麼分呢 加10分態度分 就我們在這個給學生打分的時候 最後有一個叫weighted sum 就是說你最後實際上是一個加權的分數 對吧 Homework多少分 Quiz多少分 川普明顯Homework沒怎麼做 然後呢 對這方面我覺得就是賀錦麗 Homework的分數 我覺得可以有十分的加分吧 好吧 我覺得最後兩句話 就是一個呢 是我想知道 明天我大概能看得出來 美國人民有多識獲 他們打多少分 第二就是我們 作為我們個人 我覺得像這種東西 從中我們都可以成長學習 對吧 對不對 您就是說自己從中怎麼記取 如果是我的話 從中記取自己要注意的地方 好 那這個 這個 我待會兒是這樣 給大家我做個預告 這個 這個新田跑到 賓州去了 嗯 起碼跑了四個城市 他待會兒會進來 待會兒呢我們就把這個頻道收了 就去到新田的新田面對面 在那裡去聽聽他講了什麼 所以我在這裡做一個預告 好 那天亮熊還有最後什麼 要跟我們的這個觀眾交代的分享的 我想就是重複一下 你剛才講的話 就是說給Harris打分打得高 並不是說同意他的政策 只是說在辯論技巧方面 和就這個事情本身打的一個分數 但是我覺得川普講說 這個Kamala Harris 他是Marxist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但是他的很多非常極端的政策 包括比如說是這個Defended police 包括他 因為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他現在講什麼和他最後實際上做的那個事情的話 可能是完全兩回事 他現在講比如說我們不會禁止這個 這個裂解是原油 但是你不知道他上了台之後的話 他會不會真的 對對對對 這正是這樣 我跟大家說啊 川普為什麼要考驗美國人民呢 川普他說什麼就是什麼 賀錦麗就未必 對 對 對 好的 OK 好吧 待會兒我要再問你一下 田亮 你覺得會有第二場辯論沒有 不會 你覺得不會啊 對我覺得絕對不會 因為賀錦麗一定會見好就收的 對我很想不同意你啊 但是我也好像很難說出夠 我的ground也不夠 好吧 看一看JD Vance跟華茲的辯論會怎麼樣 對 好的 OK 你有沒有什麼總結的要說的 我有什麼總結的呀 我 哎呀 我覺得總之吧 我覺得這個美國這次大選剩下 今天辯論完哈 我覺得剩下56天55天 那又是滿是看點 Anything could happen Anything could happen Yeah 十月驚奇 對對 十月驚奇 照到了很多事 OK 我問你一個事情 我問你一個事情 你認為這一次辯論之後 川普的民調和賀錦麗的民調 會有什麼變化 嗯 對對對 你這個是很好的問題 其實每個媒體人都應該問這個問題 我會怎麼回答 我覺得我覺得川普可能會有微微的損失 但是不會有沒有大的變化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差不多 而且我覺得就是說剩下的事情的話 就要看未來一個多月兩個月的經濟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特別特別大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 OK No matter 你支持abortion 或者不支持abortion 如果你這個荷包縮水了 或者美國經濟不行了 那個對於每個人來說的話 他們都會覺得這是賀錦麗的問題 或者這是拜登的問題 對川普來說的話是非常有利 在經濟問題上 我剛才看到一個民調大概是百分之五十幾的 超過百分之五的人認為 川普會比賀錦麗做得更好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大家在經濟上 確實是在未來幾個月非常hurt 那就有可能會逆轉 好吧 我想回應到我昨天做節目的時候 我所說的 今天這個辯論兩個結果 一個就是叫做平穩過關 第二個就是翻車 那顯然後者沒有發聲 所以剛才有觀眾說 姿雨清風問說 對大選的影響是什麼樣的 我就說我覺得微微影響 沒有決定大局 你也這樣看吧 好 對 好的 那就這樣 很高興 我們下次再找個話題來 來 炒這樣 不要擺擺說錯了 不要擺擺 繼續說 好 那這個 星天來到我們這兒了 是吧 星天現在可以出現了嗎 那我就下去了是嗎 不下 不下 不能下 不能把天亮教授給趕下去 對對對 天亮教授 對 這個 我以為總結陳詞都已經做完了 階段性的總結 出來了 出來了 怎麼樣 因為大家可以聽出來 我們背後有個導演 導演跟我們說的時候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辦 只能說定指揮 導演現在要說什麼 來 我們的教授 剛才星天就已經在了嗎 對 你能看到我嗎 看到了 看到了 好 要不請星天給我們看一下 最快的看點是什麼 你說說看 然後我們請天亮來點評 OK 其實剛才就你們結尾的時候 講到這個 講到這個民調會不會變化 對 那今天呢 我是可以說是去實地做了一個 一個民調 嗯 那我覺得是有 可以說是兩個方面 就是我自己所做的這個民調 一個方面呢 就是說 可以說三個方面吧 一個當然就是去採訪選民 我採訪了很多選民 我現在都有點 記不清了 因為剛剛 回來 對 那採訪了我想有十幾位 那第二個民調呢 就是說在一路上 我們是去的賓州嘛 從這個北面的 東北面的這個 Pike County 一直走到 叫Northampton County 然後再走到 Box County Montgomery County 然後一直走到 費城 這一路呢 也就去看這個 路上插的這種 呼選人的那個牌子 叫做牌子名調 對 牌子名調 第三個呢 是Cookie名調 大家看我這個 我買了幾個 兩個Cookie回來了 一個是叫做哈里斯2024 一個叫川普2024 一個藍色 一個紅色 而且是最好 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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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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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教授 這個我猜不出來 我也想猜5塊 因為這個東西看起來很cheap 這個東西 你們怎麼講好的嗎 多少錢 多少錢 確實 4塊9毛5 天啊 天亮 我們怎麼好像 我覺得我們倆都像天才一樣 我們不是天才 我覺得我們在美國生活有sense 差不多 我覺得我們在美國生活有sense 你定價大概定這個能賣得出去嗎 是嗎 看起來很cheap 但是5塊錢 我覺得真的挺貴的 怎麼可以弄了這個噱頭還不給5塊啊 對啊 你要沒有這個噱頭 我覺得就是2塊8毛錢 我覺得可能1塊錢可能也就是 那你們再猜一猜 這個現在這兩個Cookie分別賣了多少 賣了多少 好 天亮先猜 我就不猜了 我覺得川普的可能大概得是拜登的10倍 我覺得 What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覺得 不是拜登 不是拜登 Harris 我說的對嗎 對啦 你先說 我也很想猜 但是我已經知道答案了 你說為什麼 這個不能夠說明問題 因為當時拜登不是在地下室躲著嗎 就是他一樣能贏 就是賀錦麗的 他的這些基本盤的人的話 他們並不是除了rally 他們並沒有那麼熱情 但是呢他們不喜歡川普 所以就是說 他是campaign on hating川普 我覺得這是他們的一個策略 所以川普的這個支持者love him 對吧 對 賀錦麗的支持者就是hate him 對hate him 對就是從我先講 先講這個 我接著你們這個講 就是說川普的支持者love him 那從另外這個牌子的插牌的這個角度來看也是這樣 就是基本上我大致真的不能說是完整的一個統計 但是這樣一路開下來的話 統計出來呢 這個牌子也是差不多1比10的樣子 真的啊 對 然後呢就是川普的很多牌子啊 就是很大陣仗你知道嗎 我第一個看到的就是在那個Milford 它是Pike County 就是離其實我們這個紐約哈森瓦里這邊 其實也就半個小時 一個大大的牌子就在路邊 它是一個旁邊就是公司的牌子 它是一個lamination company 就是過速的這種材料的 也挺大的工廠 結果就是那麼大個牌子 然後再一路上其他呢 有好幾次其實我們還都拍不下來 因為就一路嘩就過去了嘛 那只是愁著機會就可以拍就拍 很多就是都是大大的 各式各樣的有旗子啊 但是哈里斯的牌子呢不是沒有 但是一個是確實看到數量就少很多 第二個呢就是很標準的小小的牌子 所以很不容易拍到你知道吧 所以就是說剛才你們評論的就是說 好像川普的這些支持者非常有熱情 從這個也是可見一般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這個 你看這個就是我第一個牌子 川普2024這個lamination company 然後呢就是很多路邊 它就插著各種大小的不同的牌子 大部分全都是川普的 Amazing 真的很Amazing 對川普我覺得他其實現在應該花時間在這個 就是Election Integrity 就是我覺得有兩個方面的東西 必須要花很多的時間去做 他的這些支持者 我覺得這樣的這種對自己政治立場的宣誓 就是表明他自己的政治立場 當然我覺得兩分說 當然一方面的話可能會鼓舞士氣 另外一方面的話也會引起對手的這種警覺 就是對方會覺得 哇 川普的勢頭這麼大 我們要balance 要battle 那另外一方面我覺得 我覺得川普選民的熱情應該在兩方面多花時間 一個是像他的就是他的daughter in law Lyra Trump是吧 Lyra Trump現在是共和黨全國大會的主席 是DNC的RNC的主席是不是現在 共同主席 共同主席是吧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們應該最大限度的去legally harvest那些ballot legally harvest那些ballot 我覺得這是他們應該做的 就是想辦法像民主黨一樣在基層在老人院 在任何一個地方去闡述川普的政策 然後呢讓這些人去投川普的票 那再一個就是這個election integrity 就是說在這個監票的時候 在各個地方要他的人去監票 其他別的我覺得現在能做的已經很少了已經 對 其實為什麼就這次我也是花了大力氣去 跑了整整一天從賓州 可以說從北到南吧 那因為賓州它就是一個搖擺州嘛 搖擺州 然後呢其中我就這一路上 我就不同的這些採訪啊 這些就是真的也確實可以看到呢 一方面就是川普的支持者 比想就是說因為既然搖擺 可能會覺得說應該差不多 但是我能夠採訪到的人呢 川普的支持者還挺多的 但是也是確實有中間還沒有決定的 比例是怎麼樣 比例怎麼樣 比例 也就從我採訪到的話呢 比例你可以說大概5比4比1 或者 6比3比1 這個很不一樣啊 到底5比3是6比3 這個你啊 這個你啊 多少percent的是undecided undecided就是中間那個數字 這麼多呀 那這樣的話應該是6比3比1 就是我所採訪 3是什麼 3是就是中間的 中間的 對 中間的呢就是像一些年輕 尤其是年輕的人 OK 年輕的 他們就是會說他們還沒有decided 其實天亮我跟你探討一下 我對民調我其實是很不信任的 我很不信任 對 因為我覺得這就跟這個主流媒體寫文章一樣 就是說那個筆啊 是在這個記者手裡 這個記者現在已經兵器了 100多年來的這個新聞專頁 就是把自己的觀點往裡灌 我覺得民調業者是一樣的 因為民調也是一篇文章啊 你看怎麼寫嘛 你問題怎麼問 你是有一個空間的 你有沒有看到 他很可能就掛掉了 所以我覺得他是調不準的 我覺得像那個拉斯布森 我覺得應該還是可以的 我還是要看一下那個 就是real Clear Politics real Clear Politics 它自己也是比較偏向於中間的是吧 他把很多的民調的結果加權 他把很多民調的結果加權 基本上來說的話 我們就說戰場州 我覺得像Georgia 我覺得川普贏的可能性比較大 Arizona 他贏的可能性比較大 然後Florida 我覺得他基本上來說 現在已經不怎麼搖擺 基本上已經比較solid了 不算搖擺州了 是 對 他已經比較lean to Republican 然後呢 我覺得像Pennsylvania 就是我看到一種說法 基本上來說就是得賓州者得天下 就誰能夠在賓州贏 誰就能贏 所以我覺得在這塊的時候 川普應該把大量的選戰的經費和調動選民 我其實你可能像你們兩個人不見得同意我的觀點 我覺得川普其實他現在搞rally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 因為那就是一個echo chamber 他就是他自己的一個回音幣 他講的去的人都是非常支持他的人 他講那些話反反覆覆講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他現在真正的應該做的是一些非常踏實的工作 特別是我覺得他應該製造一些新聞事件 讓主流媒體不得不報導他 在這個報導的過程中的話 又能夠把他的政策講出來 就是其實本來今天是一個最好的機會 因為是面向全國辯論 是一個他幾乎沒有第二次機會 能夠有這樣的機會去reach到ABC NBC這種地方的選民 但是他沒有把握好這個機會 我覺得是他的這個競選經理真的應該被fire掉 我覺得就是完全幾乎沒有什麼準備 然後沒有給他任何的培訓什麼什麼之類的 對 其實講到這個首先一個講到民調 我自己的看法是什麼呢 就是說民調現在大家有時候不得不經常還得提民調 但是確實美國的這個民調已經是跟以前非常不一樣 問題我覺得最大的是在哪裡 可能是兩個地方 一個地方就是說很多的民調機構 他們都和媒體結合起來了 那這個呢這個方面是我覺得是非常不好的一個走向 不是一個走向一個現象了 就是你一旦跟原來比如說YouGov或者什麼其他的民調 他其實是就是專門的民調機構 但現在你可以看到經常是什麼CBS和什麼哪一個民調 CNN什麼民調 對吧 就是你一旦跟一個媒體 主流媒體而且是非常有傾向的 你不管是傾向哪一邊吧 你跟一個民調是結合起來的 就是民調機構跟主流媒體結合起來的話 其實這個民調呢就變得不客觀了 這是一個大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說現在其實 就是就是說這些黨派吧 他會把這個或者說他背後的這個金主 現金主就是監柱的人呢 他會去看這個民調 就是說如果看著說這個民調是很高的話 他們可能就願意把錢投進來了 這個就是也促進了這種民調呢 可能比較離事實相差比較遠的這種情況 所以這兩個方面我覺得是為什麼 現在這個很多的民調其實確實不是很 我們要很能夠依賴他的 你說 沒有 那第二點就是 張教授剛才講到的 川普羅里這個問題 他是不是應該多做 其實這一點我是比較認同的 為什麼呢 確實現在呢 就像賓州是搖搖擺擺定天下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州 那麼目前呢 除了搖擺州還有搖擺選民 中間選民 其實不管是哪一方的候選人呢 他們應該非常集中的是說 怎麼樣來把這個中間的選民去爭取過來 那像今天晚上的這種辯論的話 就應該非常針對這樣的選民去闡述去回答這些問題 然後在賓州呢 不過我其實從現場可以看呢 川普其實是 川普的競選團隊是花了很多很多力氣的 為什麼呢 一個就是說 他確實他也去有去做這個rally 這是他一方面投入精力和時間的一個方法 一個方面 另外像今天在這個 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 這個附近的話 一路看去呢 就是川普的廣告還是挺多的 他有一個 我還沒有時間查 他有一個build 就在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旁邊 有一幢很大的建築 我有拍照片 大家可能沒傳上來 就是他上面是很大的廣告 他又弄成紅的藍的顏色的 他們就做成了一個大的建築的廣告牌 廣告建築你知道嗎 上面就是有川普的廣告 那哈里斯廣告是沒有看到 還有其他的一些這個標語牌廣告 川普的團隊呢 是在上面有花功夫 對 民調的不確定性 投票的這個叫做這個不可靠性 總而言之百 我覺得今年的選舉真是撲速迷離 真的你要我去看結果 我真的是我說不出來 對 另外一個就是 像我在這個cookie店採訪的人 就是他其實這個cookie店 他已經是第五次 第五年 第五次的賣這個 就是election presidential election cookie 不是這一次的創意 不是這一次的創意 然後呢 然後呢 剛才你們猜的都差不多是10比1 那確切的數字 大概是目前 大約的這個紅色的cookie呢 超過10 大概是5000 賣了5000個 藍色的大概是500個 OK 對 然後呢就是說 當然這個owner呢 他就是說 他不認為說用這個就可以代表民意 但是他覺得 一個是他覺得很fun 然後第二個呢 他覺得也是 反正他對他來說呢 一方面是做生意 但是我覺得他沒有講出來的話呢 其實就是說 自己穿的 對 也是比較有那方面的 然後我在那裡面就採訪 在那個過程中 大概待了將近一個小時的樣子 就是碰到有一對婦女買了這個哈里斯的 買了三個cookie 另外的呢 大家看到 剛才看到這個video 我們進去的時候 他有四個框子嘛 各兩個框子 紅藍各兩框 那個紅的框子呢 又剛剛fuel就是填滿 等我們還沒走 他兩框又買完了 就買兩對快就對了 對 然後我採訪兩個人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當然我首先採訪的是這個 買藍色cookie的那個爸爸 他自己其實是一個 是一個註冊的共和黨選民 OK 對 但是他說他就是真的 沒有辦法忍受川普 OK OK 然後呢 另外兩個 一個小夥子 買了30個cookie 150塊錢 然後他說這個150塊錢呢 是他前一天晚上 他糾集了一幫朋友 捐款捐來的 然後就是為了來支持這個店主 來支持這個店主啊 這什麼情況 對 因為據他說呢 他說這個店主為了 因為做這個事情呢 還受到了一些威脅之類的 這是他說的 然後這個小夥子很有趣 他其實才20出頭 那麼他說他在中學的時候呢 他一直還比較 他說是Gen Z嘛 這個Gen Z的這個 Z世代 Z世代 然後他說他其實以前也是 傾向於民主黨的 我說我就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大家就是 大家同伴在一起 就是一個peer的這種感覺 對 然後呢 他怎麼轉變的呢 他說他是在墮胎問題上 對 轉變的 我說這很有趣啊 剛才不是談到這個墮胎問題嗎 對 他說呢 因為之前他也是贊成 這個女性墮胎 是自己的權利 好像要自己 決定自己的身體 後來他說他在這個 社交媒體上面 就看到有的女孩子就說 他墮了五次胎 六次胎 他就覺得這個太過分了 結果他就自己去做了很多的研究 然後就發現說 原來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他說這件事情上面 是讓他轉變的一個關鍵的事情 然後他自己現在是 還在這個社交媒體上面 也是個小網紅你知道嗎 他在TikTok上面有大概 七萬七千的Follower 他就是講自己的理念 政治理念 結果還挺受歡迎的 然後他說他自己平時 他現在是在什麼工作呢 他是在餐館裡做工 part time 然後其他就是做他的網紅 另外他就是去義務的 去做這個選民註冊 他對這個事情非常有熱情 他說他註冊了很多的 這個他的年齡層的共和黨選民 然後他在這個Montgomery County 他們是這個 是Montgomery County 本來是藍色的 他說他們把它翻紅了 另外旁邊還有一個 County 也翻紅了 所以他對今年的這個選舉 他還有一點抱希望的說 因為丁州就是遙遙白白的嘛 對他來說他還覺得蠻有希望 因為他自己在那做 另外還有一個採訪的 是一個年紀大的 帶著他女兒一起來買東西的 結果那個人是什麼 他是鋼鐵工會的成員 原來也是一輩子的都是民主 democrat 然後就是從2016年選舉之後 2017年的時候 他說他開始變化了 對賓州的藍領 現在是川普的選民多了去了 對我就問他 我說那你們這個工會裡面 像你這種狀況的 是有多少大約的比例是多少 他想了一想 他說大概五五開 OK 這個就是對賓州的他的 就是選民的這種 他們的政治光譜 確實就是在變化之中 這是我所了解到的 對 聽起來還是蠻promising的 就是聽今天這樣一講 感覺川普還是蠻promising的 我想說一個 我剛才看Fox News 看到一個重大的新聞 就是現在Fox News 提議去主辦第二次 兩個人之間的辯論 這個沒想到吧 Kamala Harris下了這個辯論場之後 她的競選經理說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辯論 說再來一次十月份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川普她有第二次機會的話 我希望她一定能夠總結 我希望她能夠總結經驗 最好她能夠好好的做homework 不要整天rally 多花時間做homework 這個Kamala Harris 準備了整整一個星期的時間 我覺得川普哪怕 她準備三天的時間都會很不一樣的效果 其實這個 就川普之前就提議說 要至少再來兩次三次 如果說真的是再增加一次 我覺得對任何一方都是好的 尤其對選民 沒有 關鍵是誰提 川普當然想了 現在是關鍵是 現在是Harris她的campaign說她要 這就能成 他就表示有信心了 否則就免談 interesting we shall see 好吧 那就這樣 那我們就還有更多的時間 來跟大家在空中來見面 對 其實我覺得就是對於 不管對於兩邊的選民來說 我就比如說是川普的支持者 他們也很想要看到說 Kamala Harris到底是有什麼樣的政策 那麼我覺得對於兩方的候選人來說 其實他們都是應該是注重說 怎麼樣通過這樣的機會 讓中間選民來認識到他們 來支持到他們 好 另外一個消息就是說 23分鐘前的是 Taylor Swift 是吧 Taylor Swift 14格萊梅獎的這個歌手 歌手 歌手也加個dancer 來著宣布支持Kamala Harris 這個not surprising 他原來是什麼樣的 他沒說 OK 但他原來也是傾向語就是沒說 但美國政治圈 其實有這麼一句話 叫做好萊塢的endorsement一千不值 因為人家看他們就是一些演戲跳舞的 不太當那麼回事 好吧 不敢怎麼說吧 反正選期我覺得天天都有熱鬧事兒 從現在到10月才好 好吧 那就這樣囉 好 那我可以在這裡做個小廣告呢 你要做什麼廣告 一個是我感謝我們的觀眾朋友 已經有開始捐款支持我 因為我要去做這個搖擺週 去做採訪 真的是挺需要支持的 但是已經昨天晚上才開始講 已經有朋友捐款支持了 所以一個是表示感謝 另外一個請更多的朋友能夠支持 你的目口目標多少錢 6000 6000 6000 有的朋友說這太節儉了 應該是1萬 但是我想不管多少都很感謝 從這兒cover到選舉前的這個travel fee 對不對 因為今天到處跑嘛 這點怎麼樣 我們也能得到教授領多士們的嗎 當然 好 那方偉也碰巧眼影多士一下 我以為 謝謝兩位 我以為方偉說我也要去 I need another 10,000 不過雖然很辛苦 我真的是很enjoy 就是很喜歡去直接接觸到選民 然後把這些選情 實實在在的選情帶給各位 這樣就好 不能老在屋子裡還得往外跑 我知道天亮跟方偉也沒時間跑 總得有人跑 對吧 我就代替你們跑了 好的 好的 那這樣了 謝謝觀眾朋友 謝謝大家 謝謝 拜拜 我們繼續報道 拜拜